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 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 本剧将通过战国时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斌和庞娟的故事,向人们形象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片蜘蛛昏昏昏 当风荡河河堤未知 让一首圣巾解荡 一颗锁笔岁月未破 也一片蜘蛛昏昏昏 6636 吹순江苍昏麗口 6636 蓝芳 rim波海星灵 流流三十六, 逐中又说说不尽 流流三十六, 天地只说皆无情 流流三十六, 流三十六, 流三十六, 天地只说皆无情 当风当歌, 平复为悦, 爱一切兵草结构 敬恶作弊, 碎月回眸, 也一切英雄奔赏 也一切英雄奔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话又小又弱, 先生肯定认为我难成大器 先生, 这山中没有花 湛中无花, 那你衣袖中的东西又是何物呢 先生, 我以为这草花不算花 此草花一开十二朵, 这就预示着你将来可以享受十二年的荣华富贵 此草花采在鬼谷, 花被阳光晒得枯萎 这鬼旁绑着尾, 你的法际之地必在魏国 这么说, 我到魏国以后肯定会受到重用了 是啊 先生, 先生, 如果我真的被魏王重用 我一定不辜负 先生对我的三年教诲 庞眷, 你方才不该欺瞒老夫 欺骗他人的人, 最终会被别人所欺骗 你一定要去掉这个毛病 是, 先生 是, 先生 好, 为师地送你八个字 你要牢牢地记住 欲阳而戎, 欲马而翠 先生, 弟子记住了 先生, 弟子出山, 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因此, 弟子有一事相求 好, 你说吧 弟子听说, 先生有一部世间罕见的兵书 叫孙子兵法 他可以叫人百战百胜 先生, 若能将孙子兵法送弟子一部 帝子称霸将更有把握 你说的不错 孙子兵法的确是一部罕见的兵书 当年孙武子将这部用心血写成的兵法 献给吴王和汝 吴王屡战屡胜, 称霸诸侯 吴王非常珍惜孙子兵法 把它珍藏于孤苏台内 后来越国灭屋, 焚烧孤苏台 珍藏在内的孙子兵法化为灰烬 这是世上唯一的孙子兵法呀 可是, 弟子听说, 先生曾经是孙武子的好友 孙武子将孙子兵法送给先生一套 孙武子除了吴王之外 从不让别人看他的兵法 更不用说送人了 这么说, 先生是不想把这部兵书 该得到的, 你也会得到 不该得到的, 你就是百般强求也得不到 是, 弟子明白 好, 你可以出山了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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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谷先生, 你也来了 是啊, 孙兵, 你是不是也想出山呢 先生, 庞娟与弟子约好 他到为国后把我举荐给为王 我们在为国共图大业 所以, 孙兵, 而今你出山的时机还没到啊 先生认为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山 这几天晚上, 总有几个老鼠在老夫的枕边磨牙 老夫是最不喜欢这种生意 你告诉弟子们, 每天晚上轮流到老夫的寝室职业屈 是, 今天就从你开始 坐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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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兵 你在这干什么 弟子正按照先生的吩咐, 在职业驱属呢 冰家常说冰以诈理 你就没有怀疑老夫的安排有诈吗 没有 你呀 以后吃亏就在于你太相信他人 弟子相信的是先生 要是敌人, 弟子绝不会相信他 孙兵 这是你曾祖父孙武撰写的兵法十三篇 人称孙子兵法 先生不是说孙子兵法已经失传了吗 他既失传又没有失传 你曾祖父献给吴王和鲁的那套兵法失传了 可是还有一套副本 在老夫的手里 是你曾祖父送给老夫的 哦 我仔细研读之后 受益匪测 还给兵法做了注释 这许多年来 我从没有把兵法传授于任何人 孙兵 你为人忠厚老实 又是孙武的重孙 老夫应该把孙子兵法传授于你 先生 庞娟苦苦寻找孙子兵法 先生为何不将孙子兵法传给庞娟呢 好了好了 孙兵 今天晚上我们不谈庞娟的事 只谈兵法好吗 好 弟子 听先生教诲 嗯 今夜先讲第一篇 祭篇 孙子曰 兵者 国之大事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差 有点 警察 您 您 你 孙兵 孙子兵法 你学得怎么样了 已经滥迹于心 那么 孙子兵法上所说 兵者鬼道也 作何解释啊 用兵打仗鬼诈为道 因此能打装作不能打 要打装作不要打 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 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 敌人贪力就要用小力引诱他 敌人混乱就要趁机攻取他 敌人力量充实就要注意防备他 敌人兵强足锐就要暂时避开他 敌人气势汹汹就要设法屈恼他 敌人言悲慎行就要试之骄傲 而敌人修忍良好就要试之疲劳 敌人内部和睦就要设法离间 好了好了 老夫希望你对孙子兵法 不仅要滥际于心 而且要学会运营 否则你不但不能战胜敌人 还会被敌人所致啊 弟子明白 去到山崖下找个僻静处 把这部兵法烧掉 不得留一根竹节 先生这是世间唯一一套孙子兵法 为何要烧掉 这兵法你已经滥际于心 老夫留他何用 先生可以再传授给其他弟子 怎么会没用呢 不 当年我答应过你的曾祖父 只将兵法传授给一个最信任的人 好了 去吧 将兵法烧掉 是 兄长 鬼谷先生住在这里吗 你找鬼谷先生有何事啊 我找他学习兵法 鬼谷先生招数弟子十分严格 试个来求学的 能说一个就很不错了 那我就是那一个 你倒是很自信 小兄弟 那当然不自信就不来了嘛 走吧 小兄弟 我带你去见鬼谷先生 先生 山下有一年轻后生要见你 不见 他说 他要拜你为师 不收 先生并未见其面 又没考过他 为什么不收呢 因为他是一个女人 女人怎么了 女人也会杀人 女人也能带兵打仗 姑娘 你别生气 鬼谷先生从来不收女弟子 这是他多年的规矩 什么狗屁规矩 他不收我 有人收我 我就不相信 女人不如男人 姑娘 吃过饭再走吧 杀 杀 庞元帅为寡人树败东方强国齐国 令秦国 楚国 赵国 燕国 韩国 这些大国不敢小失魏国 使魏国 宋国 鲁国等小国 臣服寡人 寡人得庞元帅 犹如周文王得江泰功 寡人 敬庞元帅一尊 请诸位 与庞军 统领大王恩赐 谢大王 报 大王 高陵急报 承上来 大王 是不是楚国军队右出方程 进犯我国 是的 楚国 十万大军 以兵制高陵 高陵 危在旦夕 大王 楚国利用方程一带 数百里长城 退可守 进可攻 多次进犯我国 请大王 准许微臣 清卫国 三十万大军 攻克方程 好 如果 攻克 楚国方程 楚国必臣服寡人 庞元帅 你我君臣二人 先同时紫阳 然后再同征方征 若把紫阳 比作天下 微臣愿与大王 同时紫阳 好 请 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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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要停止攻城 若不铭记收兵 寡人的士兵已经站在了方城城头 大王 微臣的间隙在数百里之外的晚城 发现了楚国大军 楚王也在军中 消息可靠 可靠 微臣的庶命间隙 得到的是同一个消息 那就更不应停止攻城 应该趁楚国大军到来之前攻克方城 大王 我们即使攻克方城 也将损兵折将 若此时 楚王率大军前来与我决战 将胜少败多 这么说 寡人就不应该来攻打方城 大王 这是微臣的书 微臣小看了楚王 没想到 他早已囤大军于晚城 那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向楚军示弱 引楚王前来决战 示弱 如何示弱 大王 魏军伤亡惨重 又因水土不服 染病者已超过三成 不得不停止攻城 退兵一舍 好 真是天助寡人 使皇大夫 传寡人之命 进军方城 与魏军决战 大王 不要被魏军的假象所迷惑 使皇大夫 这不是假象 奸细亲眼看到 魏军撤兵之时 搀扶而行或被抬而去的伤病者 有三成有余 魏国的元帅庞娟用兵诡诈 齐国就因此败在他的手下 若魏军伤病者真的超过三成 庞娟早就撤兵回国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他有千变万化 我有一定之规 方城军队坚守不出 大王的军队按兵不动 要是魏王因此而退兵回国呢 那大王将不胀而胜 天下的诸侯将会因此抛弃魏王 臣服于大王啊 你与寡人想的一样 原帅 高下之分不在一时一地 不如先撤兵回国 待来日对我有利之时 再与楚国决战 方城之战 将决定魏国的霸主地位 还将决定 我在魏国能否稳居元帅之位 若不胜而归 大王将不再信任我 若此战能胜 即使来日有失 大王也不会抛弃我 可在魏国 除了元帅 没有人能够带兵 大王广教天下贤士 他国之人 也可来魏国做元帅吗 天下人能在元帅之上的 也只有鬼谷先生了 在我之下者 未必不能做元帅 鬼谷先生门下 有许多学习 兵法战战的弟子 虽然逊色于我 但做军队的统帅 人人都可胜任 此地离鬼谷不算太远 元帅合不去快马 去请鬼谷先生出一两策 我下山的时候有言在先 我宠霸天下 永不见先生 那我可以带元帅 去一趟鬼谷 你 先生是不会答应的 我会有办法 叫他不得不答应 方程的战事 老夫帮不上忙啊 庞元帅说 他身为先生的弟子 若兵败方程 不但他身败名列 还会 玷污了先生的名声 我鬼谷子 乃隐居之事 从来不把名声放在心上 这么说 先生是不肯帮忙了 老夫不帮忙 会有人帮忙的 何人 老夫的弟子 孙斌 庞元帅说 鬼谷之中 除了先生 是没有人能帮上他的忙的 庞卷也太目重无人了 孙斌 只在庞卷之上 不在庞卷之下 老夫给你叫来 你可以当面一事 如果 孙斌不行呢 他不会不行的 就是这样的 孙先生 还有什么 不明白的 没有了 那 如何 才能取胜啊 孙先生 魏国的霸业 庞元帅的声誉 我的生命 全都洗于先生一身 孙先生 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过你得给我时间 我才能想出办法 走吧 先吃饭去吧 孙先生 还是 想好了主意 再去吃饭吧 哎呀 饿着肚子 更想不出主意 走吧 孙先生 高台下的梯子 已经被撤掉 你下不去了 办法是想出来的 不是逼出来的 孙先生 不是我逼你 是鬼谷先生的主意 他说 只要断了你的后路 你就会想出好计谋了 有了 什么好计谋 灯狗去踢 灯狗去踢 来 你来看 这是维谷的军队 这是出锅的 你叫老师 维谷的军队 维谷先生说 元帅停止攻打方程 企图诱楚王出来决战 是对的 但不该向楚国示弱 因为魏军数败其国 已显示出魏国统帅的精明 与军队的强悍 若魏败于楚国便向其示弱 必然令楚国觉得其中有诈 不肯决战 有道理 魏国先生说 此时应该示强 让楚国觉得魏国轻视他 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示强当中 采取轻敌盲动之举 这样才能够用楚王出来决战 这个我知道 请讲得具体一点 先生叫元帅留十万人守卫大营 其余二十万人 沿楚国长城向南 然后绕过长城的南端 似乎要直逼晚城 找楚王决战 但是不 元帅留下五万人 监视楚王 其余十五万人 改道向南 逼近楚国的国都 此时楚王 必以为魏军 是轻举妄动 定会率大军 追着我们决战 可是这样做 把魏军带入死地 如果不能获胜 将全军覆没 我当时也是这样问他的 可先生说 孙子兵法言道 投之王帝 然后存 限之死地 然后生 先生提到孙子兵法了 对 你接着讲 兵法上说 将士身在死地 无路可走 不须修明法令 就能注意戒备 不须强求 就能完成任务 不须约束 就能同心协力 不带申令 就会遵守军纪 断其归路 就像登高 撤掉梯子一样 将士们 人人都能勇往直前 对 说得太对了 先生说 楚王一旦离开晚城 就要元帅 立刻从大营中 调五万军队 与留在长城南端的 五万军队 合在一起 切断楚军归路 对 把楚国大军围在 无险可守的山野之中 楚军 必然惊慌失措 以勇往直前之师 对惊慌失措之旅 岂有不胜的道理 妙 太妙了 我又学过孙子兵法 也能想出这样的妙计来 鬼谷先生 为何没有传授给你 为师 总要留一手 不然弟子 不就超过老师了吗 那 大王 魏国军队绕过长城 直逼晚城 好啊 魏国人终于沉不住气了 大王 这才是魏国人的本来面目 管他什么面目 他们长途跋涉 进入寡人的腹地作战 寡人就已经占了上风 大王 魏国军队一步停止不前 大步突然改变方向 向唐城方向而去 哦 他们想干什么 把军徒拿来 大王 大王 魏国人很有可能想用一部军队来牵制我们 然后经唐城进攻大王的都城 魏国人太胆大妄为了 传令 不胜则 不胜则王 告诉全军将士 只有勇往之前拼死一战 才能死地求生 你们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好 出战 是 大王 魏国军队勇猛异常 视死如归 司马将军的八万大军已经溃不成军 杀 把败军之将究地正伐 不 大王 现在不是惩罚败将的时候 而是应该立刻下令撤入方程 与方程之军合力对付魏国人 否则 大王危险 让寡人出兵的是你 让寡人撤兵的还是你 寡人这次如果兵败 责任可全在你 失败之责 全在魏臣 大王 还是赶紧下令 撤入方程吧 传寡人之命 向方程 进军 报 大王 方程的魏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 切断了我们与方程之间的联系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大王 败将刚从后卫之军而来 亲眼看到了魏国军队 你们说 寡人该怎么办 说呀 寡人该怎么办 使皇大夫 你不是自称 阻止多谋吗 怎么 难道你的志谋 让魏国人给吓跑了吗 大王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大王 什么办法 割让诚意 向魏国 屈服 那怎么行 寡人的国家乃泱泱大国 怎么能屈服于魏国呢 大王 这只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也不行 大王 决不能向魏国屈服 北将愿领兵迎敌 北将愿领兵迎敌 大王 司马将军的军队 在储军中 最为英勇善战 可不足两个时辰 便溃不成军 眼下所剩之军 又岂是魏国人的对手啊 如今我们退路已断 不屈服 又能怎样 大王 能折能弯 才能最终成就霸业 大王若不肯暂时屈服 很难生还啊 命将不在 霸业又从何谈起啊 好吧 寡人 就按你说的办 公孙先生 嗯 不足一个上武 一个泱泱大国 便臣服于我 天下还有何人 是我的对手啊 元帅 有件事 我没有向你讲明 何事 破处之计 不是出自鬼谷子 而是出自你的师兄 孙斌 此话当真 孙斌怕元帅 不相信他的计策 所以让我 假托鬼谷子之名 这么说 孙子兵法中的那些话 也是他说的了 是的 孙斌若出山 恐怕 将是元帅 将是元帅 难以战胜的禁敌 我要让他 为我所用 先生 旁娟来信 约我下山 与他共图大业 孙斌武兄 感谢方程之战 妙计相助 分别是我曾答应 将孙兄举荐于魏王 今日已经建约 请孙兄应召下山 共图大业 随信送去黄金白玉 此乃魏王聘礼 王千万接纳 孙斌 那你的意思呢 先生 弟子与旁娟 分别是曾经有约 把我举荐于魏王 现在旁娟已经建约 弟子不敢为约 好 你去山谷 采成一枝山花 为师为你沾上一挂 是 先生 就用这句话 为弟子摘一挂吧 好 就用这句句话吧 此花虽今摧残 但它本性奈寒 金霜不败 因而预示着你今后 虽被残害 但还不至于大难大凶 此花被人供于岸上平内 这预示着你将受到世人的敬重 此花被你两番放入 预示着你不会马上功成名就 此花又被你最后重放平中 或许你将来会在你的故乡 齐国建功立业 供养此花的花瓶 那金铜铸成 它与中顶同类 看来你将来要威正天下 名字可于终顶之上 孙宾 先生 老夫把你的名字改动一下 以祝你进取有为 谢谢先生 上屋抽梯就是登高曲梯 此季是三十六季中的第二十八季 季名为后人总结 此季意思是 故意显示有利可图之点 引诱敌人上屋 进入对我有利之战场 然后抽梯断其后路 破敌就范 此季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 如登高而去其梯 置自己的军队于有进无退之地 迫使将士们破釜沉舟 与敌人决以死战 孙宾为旁娟除上屋抽梯之际 破楚国屈服 旁娟因此嫉妒孙宾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孝里藏刀 寡人判孙先生 如旧汉判鱼呀 近日孙先生终于来了 寡人真乃大位平生啊 大王 孙必乃山村草民 无德无才 西蒙大王如此后代 深感惨愧 孙先生不必客气 寡人听庞元帅说 孙先生读得孙武子密传兵法 有百战百胜之能啊 大王 草民 大王 微臣和孙必同窗多年 又有八败之交 孙必是微臣的兄长 微臣怎能让兄长之位 在微臣之下呢 于情于理于财 都应该让孙必做元帅 微臣做副帅 不 大王 庞元帅将草民举荐给大王 我再取代庞元帅 岂不造天下人耻笑 再说我刚到魏国 毫无建树 我当元帅 也难以服众啊 孙先生说的有道理 庞元帅 还是让孙先生 做你的副帅吧 怎么样 大王 这万万不可 容让孙必做微臣的副帅 天下人会孝好微臣 既贤度能 还是让孙必 做元帅的好 大王 草民宁可一生 碌碌无为 也绝不会取代庞元帅之位 你们推来推去 是不是不想服作寡人呢 微臣不敢 大王如此敬重微臣 微臣怎敢 不服作大王 大王如此厚待草民 草民必将尽全力 服作大王 既然如此 这元帅的事 怎么办 寡人可不想让你们 推来推去啊 大王 既然孙必暂时不愿做元帅 大王不如暂时 拜他为客卿 待他建功立须后 再让他做元帅 到那时候 就不会有人 再说三道四了 大王 草民 就是建功立须 以后也绝不期待 贤弟的元帅之位 孙先生不必说了 寡人 暂且拜你为客卿 并赐你一所府地 但你在卫国 建功立须后 寡人再拜你为元帅 谢大王 你进来吧 这位是 他叫钟立秋 是来服侍你的 不用 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有个女人在身边 反而不方便 这不是我的意思 是大王的意思 请你不要拒绝 那就转高大王 告诉他 我不需要女人 孙兄 你如果想得到 大王的信任 就不该拒绝 他的好意 可是 跟一个不熟悉的 女人在一起 多别扭 你下去吧 是 孙兄 你应该成个家了 没有建功立页 如何建家 有一个家 有一个女人 在身边照顾你 你会更快建功立页 我曾经发过誓 不建功立页 绝不成家 偌大的府地 孙兄一个人住 是不是太冷清了 孙兄 何不把亲人 从七国接来 让他们共享福贵 孙兄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 难言之处 贤弟 你我同窗三年 你曾经多次问过 我家中的事情 我都没有开口 上次分别的时候 你又问我 为什么不回齐国 我还是没告诉你 其实我是不愿提起 那些伤心的事 孙兄家中 到底有什么难处啊 我四岁丧母 九岁丧父 是我的叔父 孙乔 把我养大成人的 我的叔父 是齐康公的大父 齐康公 被田太公 废毒之后 他的臣下 不是被杀 就是被驱逐 我的叔父 也被驱逐出国 他带着我的两个 堂兄 孙平 孙卓 还有我 逃到周国 那年 正是灾年 他把我托付到 城外一户人家 去做仆总 带着我的两位堂兄 逃往他乡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的亲人们 杨无音信 生死不明 好了 到了 原帅 我回来了 赵王 赵王什么态度 赵王 还是不想把中山国还给我们 难道他就不怕我攻打赵国 他说 宁可国破身亡 也不屈辱求生 说的倒是挺有骨气 公司先生 你先回去歇息吧 明日我们再谈赵国的事 好 哦 袁帅 我听 朴松说 袁帅找了个叫钟离秋的姑娘 去照顾孙病 是啊 袁帅 是想靠女人得到孙子兵法 不是 那袁帅 何必让他去照顾孙病 我只是想让孙病感到 我对他好 袁帅 能不能换个女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想得到钟离秋 已经晚了 钟离秋已经到了孙病的府地 我只是想让孙病感到 孙先生 公孙岳求见 快起得进来 是 你怎么还没回家 先生还没吃饭 我要照顾先生 不用你照顾 我自己回去 快回去吧 这是庞元帅吩咐这样做的 一个姑娘家 回家晚了家里人会不放心的 孙先生 公孙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光临 孙先生 那我走了 等一等 请稍等 孙先生 把忠利姑娘送回家去 一定要交给她的家人 不得有屋 是 来 快请坐 孙先生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哪里 我现在是天天盼着见公孙先生 我刚到卫国的时候就打听你 庞元帅说你去照顾了 怎么样 顺利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孙先生 刚才那个姑娘怎么样 挺好的 很会照顾人 你 你一定很喜欢她吧 谢谢公孙先生 我现在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使魏国强盛 惩罚天下 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女人 好 这 我就放心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孙先生吃饭晚 所以回来晚了 这个孙病对你怎么样 姐 孙先生对我可客气了 他一点做官的价子也没有 我是问他对你有没有不轨之举 姐 你看你说的 人家孙先生不是这种人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还是早天回来 才不让你做这种下贱的事情 姐 这怎么是下贱呢 孙先生是大王的客亲 听说大王还要让他做元帅呢 这话你听谁说的 是庞元帅告诉我的 他做元帅 那庞元帅做什么 庞元帅做他的副帅啊 这个孙病以前是干什么的 听庞元帅告诉我 他们俩元是师兄弟 孙先生的曾祖父叫孙武子 还写过一部叫人摆着板胜的兵法呢 这么说他是齐国人 对 他是齐国人 是因为战乱的时候 他才离开了齐国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是庞元帅告诉我的 多利姑娘 对兵法有兵趣 不 我只是随便看看 看得懂吗 看不懂 孙先生 你可以教教我吗 兵法是叫人打仗的 你一个姑娘家 学了能有什么用呢 怎么没有用 我学了可以教我姐姐 她一定非常高兴 你姐姐是干什么的 她什么也不干 就爱学兵法 她为了学兵法 还去过你们鬼谷呢 鬼谷先生说 她是女的 没收她 你姐姐是不是叫钟离春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叫钟离秋 先有春 后有秋 所以你姐姐应该叫钟离春 我还以为你认识她呢 孙先生 有人要见你 何人 他说从齐国来 请 快请他进来 是 请 请 请问您就是孙殡孙先生吧 是的 你找我有何事 小人姓丁明乙 家住七国国都林兹 以经商为生 令兄孙平孙桌 与小人是朋友 他们听说你在鬼谷 偷我带信给你 我到鬼谷后 鬼谷先生说 你已经到了魏国 我才绕道来此 快请坐 好 请 孙殡五弟 周都已别不绝多年 你叔父身患重病 已经去世 我们兄弟二人 飘零异乡 辗转路途 苦不堪言 如今信息 齐王仁义为怀 近视前嫌 将往兄弟召回故里 听说五弟 在鬼谷先生门下求学 明示出高途 五弟将来必成大器 先托丁乙先生 烧信给五弟 望早日归乡 我们兄弟得以团聚 怎么 你堂兄回国了 前几天 我的两位堂兄 托人给我带了一封信 说齐王近视前嫌 找他们回齐国了 我想向大王请两约的假 回乡去探秦扫墨 久别思归是人的天性 可是 大王刚封孙兄为客亲 你就要请假回国 大王会怎么想 两个月不行就一个月 我只会去住几天 与两位久别的堂兄 见上一面就回来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大王不这么想 他会以为你背叛魏国 去而不归的 大王对我如此厚爱 我孙并绝非忘恩负义之人 怎么可能会背叛魏国呢 贤弟 大王信任你 你去给大王解释一下如何 孙兄 我可以给大王解释一下 但不能心急 要等到大王高兴之时 孙兄 你容我几日好吗 好 来 快请坐 孙先生 你还要让我等多久 难说 时间长了 我的货怕要耽搁了 要不这样 你先回去 等大王恩尊以后 我再回国 一两位兄长团聚如何 我就这样走 会去如何 向二位兄长交代 要不 我回书一封 你带给二位兄长如何 也只有这样了 我回来 我再回去 你试图